在中共主办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开幕前夕 被称为国师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 发表的一段演讲视频被广为流传 金灿荣在视频中披露了中共的软肋 以及非洲国家掌握了获得中共晶圆的密码 台湾就是我们真是一个外交软肋 挺难受的 美国天天捏我们 很多别的国家也欺负我们 甚至非洲国家都欺负 很多非洲国家 他那个领导人跑到中国也没什么事 就到北京看看 吃好东西 坚决支持一个中国政策 台湾中国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 讲完了马上就要钱了 老大意识一下吧 他真的要 他脸皮很厚 每年有清华的老师统计 每年大概为了维持这个原则 要花300亿人民币 每年 五号 我操 嗯 全都 下红 车 小萝卜 钢 车 火操 蛤 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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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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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